屈腹孔庙玩起九黎城配大唐阵容 点杀格外暴力 一把六连击 外加大唐平砍 还飘了一把漫天直接带走 打华山屈腹孔庙的话 也是秀起了这个双物理阵 大唐配九黎 女儿地府化身 迎战夫子庙暴力三攻 对面这三个物理 武器的话都很凶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观众帆是拿到一速 物理速度也比对面快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帆先点谁 要不然先把队长给他点了 女儿分地府 中 不然你挂小手啊 上海小牛级一转化身了吗 还是说玩了一个新的化身 他之前的话是斯托里 这边的话开场是选择野兽 没有选择出手 那对面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打 面伤 这面伤打过来估计观众帆也不好看 一刀过来三千多 很疼 一回合观众帆估计都得藏 宝宝还绿一个 再来一把范姜 开场的话是隐功吗 隐功啊 那这样的话 光众帆子有离成 到地 哎 他的武器是神用吗 居然没有打 可惜的是對面地府被分中 不然的話這個小索安掛中也是舒服 笑裡長刀 笑過那份的化身 小索安反點對面暴躁論土 暴躁論土經常上伏仗 傷害的話很猛 再來一把破碎 應該沒藍了吧 哇兩刀關的關大塔沒了 這你能想得到 他彈了一把163傷害暴躁 雙方各損失一個物理 女兒金金回血增加看分 破甲丟女兒要點女兒嗎 還是挨個丟破甲打面殺 小索安掛 有可能這個零波城就要沒了 關大班這個九黎城應該是全服第一個化九的 哇一刀過來八千多 拉了野獸之後這傷害有點猛 但是對面有個問題 兩個物理倒地 沒輸出了 是拖練的話 飛完之後還得停止一回合 再來一把笑禮 狂笑關大班憤怒 他這個小小王應該是點的關大班九黎城掛的啊 但是關大班沒拉 又飛一個寶寶 九黎城 能起來嗎 有 守住 再來一刀 沒有 慈心吸 暴躁論土可以起來了 地幅又被噴中 小小王又刮不出來 關大班的話又可以刮小小王給對戰犯 關大班 論土的話又中了 完蛋 又倒地 這不可能163彈那麼多啦 九黎城這個門派破163是相當的好用 他兩刀也是把關大班按倒 但是沒有小數啊 對於關大班來說 毫無影響 這帶大坦的話 感覺他不如帶神木靈啊 面衫是不是更猛一點 大坦的話 感覺效果一般喔 蝶拉大塔 小小王 掛女兒 連環基嗎 關大班是選擇掛大塔 平卡一刀也沒漫貼 沒有喔 連環切 這個傷害的話也高 看一下關大班貼的情況 有可能點殺就失敗了 斷月是兩刀 163 寶寶跟上可以點殺成功 沒有醫術來控對戰犯小小王的話 可能對面還會比較好打一點 他連續被扣了幾把小小小王有點難受 不然的話關大班這兩物理根本就站不住 完蛋是脫零倒地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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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平凯一刀还飘了一把漫天 那这样的话 林波差也没了 就剩化身跟diff 没有输出 有啥用呢 只能站着看 对吧 女王起来喝了一把酒 选择诅咒之三 点化身 我以为他会晶晶 对面宝宝是点着逃跑 那这样的话是直接投降了 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就讲到这里